2020年6月,芒果成功打造了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 让成名女艺人同台比拼唱跳成为了可能 由于节目反响热烈,且芒果确实吃到了红利 仅仅半年之后,芒果在去年上半年就上线了《乘风破浪的姐姐2》 尽管热度和口碑有所下滑,但依然是去年的热门综艺 本以为芒果会在去年下半年,趁热打铁推出《浪姐3》 但没想到芒果选择了暂时搁浅 推出了披荆斩棘的哥哥 且口碑和话题度都远超前两季《浪姐》 值得一提的是,哥哥早在成团业开播之前 就率先举办了2022年的招商会 且正式官宣了《哥哥2》和《浪姐3》这两档节目 由于哥哥刚举办完 且两大团宗大湾仔的夜和我们滚烫人生还在热播 所以今年上半年,应该是《浪姐3》先被推出来 同时,近期网上出现了不少关于《浪姐3》的阵容名单 尽管目前都只是爆料阶段 但似乎也佐证了该节目已经被提上了日程 据笔者了解 目前网上共爆料过四套《浪姐3》的阵容 第一套因为刘若英辟谣不了了之 第二套因为有赵丽颖的存在 所以可信度不高 第三套相对来说可信度高一些 因为爆料者不仅提供了姐姐们的名单 还爆料了声乐导师韩红 舞台总监陈其元 佳、杨阳、音乐总监赵赵佳、靳海英弦乐团 这样的幕后阵容 当然了 第三套阵容之所以被质疑 是因为名单中出现了两位大姐大人物 李文和李冰冰 尽管《浪姐3》是一档唱跳竞技综艺 李文英当是当之无愧的CE位 但是论资历和作品 李冰冰在华语影视圈同样是影后级别的人物 所以芒果应该不会自己给自己挖坑 至于网爆的第四套阵容 名单中的大部分嘉宾和第三套重合 且李冰冰不在其列 算是增加了一些可信度 整个名单中 除了内地最年轻的三金影后周冬雨参赛的可能性很小之外 笔者认为其他人都是有可能加盟《浪姐3》的 当然了 袁冰岩和李沁的粉丝可能会有异议 认为他俩是正荡红的艺人 绝无可能参加《浪姐》这种诠释过气女艺人的节目 但其实 袁冰岩和李沁确实正荡红 但目前也不是一线女星的行列 和第一季浪姐的张雨起热度差不多 所以笔者认为他俩还是有参赛的可能的 单看第四套名单的话 其实这个阵容的可信度还是蛮高的 一来是因为没有很多人一看就不可能参加 二来是因为名单中确实有多位是和芒果有过合作 且有翻红需求的 但是 伴随着第四套阵容曝光的 还有30位姐姐的出舞台歌单 本来具体阵容外加出舞台歌单 应该是增加爆料可信度的 但细看网爆的这份歌单 恰恰拉低了阵容的可信度 由于《浪姐》这个节目是演员和歌手同台竞技 所以知名歌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代表作 不太知名的歌手会选择华语乐坛的金曲 而演员一般会选择自己能驾驭的作品 比如歌手出身的薛凯奇 选择的是自己的歌曲《慕容雪》 袁亚维选择的是刘爽的《墨河舞厅》 钟心童选择的是自己的《下一战天后》 蔡卓妍选了自己的《小酒窝》等 演员方面 袁冰妍选择的是刘涛的《红颜旧》 柳妍选的应该是后贤的《娃娃脸》 古丽娜扎选的是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李沁选择的是周杰伦的《晴天》等 但值得一提的是 李文本就在爆料名单内 而巧合的是 除了李文本人唱自己的代表作之外 名单中还有多达九人选了李文的作品 徐东东选了《刀马蛋》 何杰选了《美丽笨女人》 虚拟刺人选了《等爱降落》 李一小选了《月光爱人》 麦迪娜选了《滴打滴》 梁田和李文本人都选了《真情人》 汪小明选了《过完冬季》 吴墨筹选了《你是我的Superman》 丁丁选了《爱琴海》 在以上李文的这九首歌之中 既有华语金曲 也有相对冷门的作品 简直就是一场李文的作品音乐会 当然了 出舞台三十首歌曲 其中有十首都是李文的歌 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或许选择李文歌曲的这些姐姐 恰好就都喜欢李文 也或许是节目组 是为了给祖李文这个准C位面子 但这两种可能都微乎其微 况且 《浪姐三》节目组为了节目效果 大概率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本来郑荣家歌单的双重爆料 能大大增加名单的可信度 但是名单中的九个人 都不约而同选择李文的作品 笔者只能认为 该名单的爆料者 是李文的忠实歌迷了 当然了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第四套名单中 确实有大部分是会参赛的 毕竟和第三套重合了许多 但是出舞台的歌单是爆料者杜撰的 综上来看 笔者认为目前爆料的四套阵容 可信度都超不过70% 《浪姐三》应该是刚刚开始筹备具体事项 所以细节方面的东西不会这么快被泄露 对于网报的这些名单 大家只当吃个瓜就好 真正的名单还是等官宣吧